哦 你谁啊 小宝妹呢 快说 是不是你把小宝妹吃掉了 啥啊 我就是小宝妹啊 我不就变成一只小野人 这么快就不认手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说来话长 在这里我能变成怪物体验生存 这里不仅有野人 还能七十二变呢 好头好头 啥情况 为什么我会自然 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懂 还不是因为怪物不能出现在阳光下 原来如此 不过问题不大 变成长毛怪能获得无线射击 谁要是敢惹我 直接一毛飞过去 我最最期待的就是爆爆蛋了 不得不说 简直一模一样 赶紧实爆炸特技 哇 谁放了的响屁 威力这么大 你不要忘了说 这哪里是放屁啊 明明是爆爆蛋自带的爆炸功能 果然还是爆爆蛋的好 随随便便站出大坑 接下来看看大眼怪 他可是明明大路里面一度速度最快的怪了 小宝妹 大眼怪最厉害的睡衣你有吗 那必须的呀 我飞 噢 雕娃还有无敌宝货 这么说 我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了 最后一个这么神秘 到底是啥啊 那是祭司 祭司也有一双小吃饭可以顺利 手上的魔杖伤害老高啊 而且还是雷叶术性 谁欺负我 小心招雷屁 小宝妹 谁敢欺负你啊 你不欺负别人这万事大吉了 哎呦 摔到我好疼啊 没想到是祭司没有雕来保护 还是大眼怪好使 说了这么多 我顿色落点了 是时候进入我们的怪物生存了 大眼小牛吃吃 这可不怪我小远妹事哦 哎 前面有一双群的祭司 不知道祭司打祭司会是什么场景 待会就丢他们 怎么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他们不会攻击同伴 还傻乎乎的承受我的弓箭 哎呦 谁打我 谁打我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不是我 是前面这家伙 是人类伪装的 呃 给发现了 留置大吉 哼 真好玩 哎 误胆无畅就找到了祭坛 啊 怪不得周围这么多祭司 我看看 这祭坛还是有石碑的 那就差雨林之星激活咯 一般碎片都长在树上 周围找找 那 前面就有一颗 敲走敲走 收集了一天 寒山一两口了 呃 这是我的 有我在你秀秀呢 别动 你干嘛打你大哥 啥情况 跟我那个小毛孩呢 给我解决了 不过你大哥我现在积蓄雨林碎片 如果我是不给呢 我给 那就别跟我动手了 不自量力自讨苦吃 挖走挖走 一夜就成一口了 有了有了 天弱而言 收集完成 这哪里够啊 还炸金矿呢 炸矿而言 小黑色啦 这老包包带有个炸坑技能 金矿我实在必得 咳咳咳咳 一路往下炸 直接抵达矿去 看到金矿了 挖走挖走 这么高的坑利用大眼怪的顺鱼飞上去 出来了 把刚刚挖到的矿石头收拾收拾 搞定 雨林只眼到手 收拾收拾 离开这里 总算是可以激活祭坛了 出来吧 还是老样子 我该利用哪种属性打蓝皮水更刺激呢 嘿嘿嘿 祭司能使用远程 对付他还准没错 而且还能够收拾一旦 呃 还掉了三分之一血量 再试试长毛封手 可恶的家伙捞命了 我躲 还想让我身上吐口水 打不到了吗 喵喵喵喵 闪电侠就是我 可恶 有本事别跑啊 行行行 不跑就不跑 变成包包蛋来换你娃娃 一个屁蹦死你 呃呃 真臭 不仅臭 威力还巨蛋 就往你顶不顶而重 引人补刀 伤害不高 但是武武技极强 娃爷 拿到羽毛了 合成蛇神之翼 体验不下 加饭点啊 收工 呦呦